以后咱们俩能过好吗 你别蹬鼻子上脸啊你 你让开 大娘子让我撒账呢 小娘子懂不懂规矩啊 这些不能碰 你要是饿了 我给你瞎碗面去 不用了 我不饿 我跟你说 我们家小娘子可不是不要我 我过段时间还得回苏府呢 丹西 你说 她不会要跟我 园房吧 园房怎么了 男婚女嫁 园房是正常的呀 小娘子没听说过那些话吧 撒杖冬 床头一对好芙蓉 撒杖西 床头一对好金鸡 撒杖北 儿孙容易得 撒杖男 儿孙不打男 还得生小子 当然哦 小两口子一头睡 明年一生生一对 生男是个壮严狼 生女就是贵娘娘 什么贵娘娘 什么贵娘娘 生女就是贵娘娘 就是说 君王爷和小娘子要是生个丫头出来 以后要到变都城做娘娘呢 等下 说得好 下去找梁吉林赏去吧 谢王爷 你又跟哪儿打架去了 还以为你不和我说话呢 我都已经答应你了 再给你白脸子 我也不好过 你饿了吗 看你忙活了一天 也没怎么吃东西吧 我给你备了些秘制祿福 你要是饿了 你别过来 我得坐下来 不然理不成 郡王爷 郡王爷呢 郡王爷 朱嬷嬷 郡王在哪儿 在里边 变都来的人 你别过来 你喊啊 怎么就不喊了呢 嗓子都喊一样了吧 过来 你 陪我喝杯浇杯酒 人家娶媳妇才喝浇杯酒呢 我就是个妾 你这满屋子挂红的 让人说我不知规矩 你管这么多干嘛 还不是怕委屈了你 拿着 这是规矩 来 你过来 你过来 一氧一合 俗云打击 则众鹤喜 这是个好兆头 以后咱们俩 能过好 你别挡鼻子上脸啊你 这次是咱也 朱嬷嬷到 她怎么来了 快快快 她是谁 管家 给嬷嬷嬷请安 披红挂绿的 像什么样子 郡王爷不知规矩 良己 你可是蒲王府出来的 也不知道规矩吗 奴才知错了 跟叶同传 脑身来了 朱嬷嬷来了 朱嬷嬷 行舟问朱嬷嬷安安 朱嬷嬷 怎么了 边渡来了人 是我娘的乳母 待会你别说话 老身扰了郡王爷歇息 郡王爷恕罪 朱嬷嬷 你来干什么 郡王爷胡闹 让叶渡那边出了些事 娘娘有话 要老身带给郡王爷 朱嬷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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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嬷嬷嬷嬷嬷嬷� 纪是娥妾 怎么 谢娘子一身红妆 是要做郡王妃娘娘了 心服是我 让她们去置办的 和小满无关 朱嬷嬷有什么事 就冲我来吧 郡王爷不知道 规矩 梁瑾 你还不知道规矩吗 郡王是皇族 既是皇族便更该守着规矩 今日纳妾便着了红妆 那日后郡王妃进门 应当着什么 朱嬷嬷 是我们想着了 原谢娘子也是我们的同窗 汉臣纳妾 大家又是高兴 实际上这红也并非是红 特地交代过了 不是正红 加了偶色 算是区分 也算是助兴 对对对 加了点偶色 好 那就不多说了 既然已经进了门 过往种种老身便不追究了 但王妃娘娘派老身来 老身便该守着蒲王府的规矩 这谢娘子既是妾 在府中便是奴才的身份 蒲王府可从不留无规矩之人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